今天呢准备给宝宝做两个吃饭用的口水巾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做法 非常简单 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比较厚实和吸水的这种面料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涂纸 这个呢都是我之前准备好的涂纸 然后用稍微硬一点的纸板呢把它剪下来 这个是这个的涂纸 然后像这种一半的涂纸呢 我们用的时候是先画左边 然后再转过来 这边一条线 轴双线对齐之后再画右边 我们在画它的时候 不需要加缝缝那样解 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只要在其中一块面料的背面 画上一个这样的图案 咱们把其中一块布料呢 它的背面用水箱笔画上这个纸形 然后把它两块布呢正面相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要去剪这个边 我们先拿缝纹机或者手缝 这样先把它缝出来 反口留在这里 或者是留在底下也可以 先把这个反口两边呢都给它缝起来 我们先拿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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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呢是之前Cinex送给我的一套样品 它是这个毛毡布 这种毛毡呢它不是布织布 它比布织布要软 但是呢坐在宝宝的衣服上 去用来去做贴花的话 它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它也不是我们拼布界玩的那种非常贵的乌吻的那种羊毛的那种毛毡 它就好像是普通的这种纤维的吧 就是比较软一点的这种像布织布一样的面料 然后我们选一个可爱的颜色 我们用 我们家是女宝就用这个粉色吧 来切一个木马 在用这个之前呢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叫MF纸 是专门贴布 机缝贴布里面用的一种专业的纸 它一面是双面胶 一面是这个离形纸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给捡一块 把捡一块晕烫一下 我们尽可能不浪费这种油料 它有一个行纸 除了我呢 平时除了做纸衣类的手工 在此之前 我也是咱们兄弟公司机缝的高等 高等的讲师级别和日本手艺协会机缝的讲师 所以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技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我们做这个机缝贴布的时候 这个MF纸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通常呢 都是要求学员是剪布和剪纸的剪刀呢 一定要分开来使用 这样可以避免它钝化 Citix也有这样的MF纸是橙卷卖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货 因为都是以前我们买过的它 它这边是纸 这边是胶 然后下面是纸 它开了 是因为时间有点长 但没关系的 现在呢 我们是这样 先把它晕烫上去 这个多余的啊 给它剪下来 不然的话 它会粘在咱们那个晕烫板上 就不要了 就先 像我这个晕烫板也是用了好多年啊 就是因为烫这些胶什么 就是越来越 然后我们烫的时候这样 熨斗干收 不加蒸汽 先把纸和毛毡 给它熨烫在一起 如果你用普通的布料也是可以的 这一块用普通的布也可以 应该是粘好 基本上是粘好了 好 好 我们用裁切机 把它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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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温度 我们来得及 手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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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擦好了 小莫玛就擦好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把它再次熨烫 你也可以在缝合之前 就先把它缝好 这两片缝合之前 就是缝在这个白布上 但是呢 因为我是想把两片固定在一起 所以我一般都是缝 全部都缝好之后 最后上这个贴布 这个小莫玛剪好之后啊 我们就把MF纸 背面的这一层 梨形纸给它撕下来 这层就不要了 然后把它放在 合适的位置 再翻过来 从这面啊 用 熨斗去熨烫一下 熨完之后呢 它虽然能粘住 但是我还不能结束 我们还要用缝纫机和线 去把它缝一下 这个地方呢 机缝贴布就涉及到两种 这个 贴布的方法 一种呢 就是普通的 瓶 瓶针这样 给它缝一个边 还有一种呢 就是要用密烤 用Z线剂 在这个地方 密密的给它烤一下 我们现在用 普通的瓶针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地方 也不用吃力 就 装置一下就好 慢慢的 非常耐心的 沿着这个图案的边缘 把它缝一圈 记得一定要换成 和这个贴布 银色比较相近的线 贴布的时候啊 咱们要换一个压角 换成这种开口压角 这样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你的线机的位置 然后我们要选择到这个 中心真位 像我这个机器呢 咱们兄弟的机器啊 基本上就是3.5 是中心真位 就是下针和压角 正中心的那个红点 是对齐的 这样就方便你在后面 去压出整齐的这个明线来 然后我们就先 接下来就是耐心的 慢慢的去把它缝好 就可以了 在转弯的时候呢 大家一个是要把缝纫机 这个速度要放慢一点 再一个呢 我们还要把针角调小 通常我们用2.5 这个时候你可以调到2.0 或者是1.5 这样就方便你 来过这个拐弯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慢慢来 不要着急 像我现在也难免会 你看这个地方 它也会拐出去的 慢一点 因为有时候一着急吧 它就乱了这个针角 就像它表变了这个东西 就像它 vibe 那边有时候 就像它们 那边不一样 就像它们 这耐独的地方 它就像它们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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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越来越来的 越来越来越了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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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在这个蝴蝶结呢 我们做的时候啊 就给它用手针去缝两针 在这个中心去给它固定一下 因为这样做出来就比较灵巧一些 如果也用缝线机给它缝死的话 不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图案啊 实际做一些调整 这个是小兔子 明年是兔年了 不用再多做两个小兔子 可爱的小兔子 最后这一步呢 我们把扣眼打上 就完工了 我们用的这种扣眼呢 就是可以用手缝那种按扣啊 也可以用这种扣子 这个扣子要三个 每样要三个 这是公扣 然后这边是母扣也要三个 因为我们做了三套啊 所以一共要三套 对 然后这个呢是要 一二三四六 这个是帽子要六个 一共一母对应好 千万不要搞错啦 要不然它就扣不上了 如果这边是公扣 那么那边一定要用母扣 对齐就可以了 这边现在是母扣 这边就要用一个公扣 大家一定要比划一下啊 这个是往这边扣 所以用我们帽子 从这边扎过来 然后把母扣 扣在这边 这个是 该扣公扣了 嘛 啊 嗯 嗯 完工啦